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16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 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在经历深刻复杂变化 新形势下中国对外合作的意愿不是减弱了而是更加强了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中国开放的大门必将越开越大 欢迎世界各国包括各国企业抓住中国发展机遇 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习近平表示 约翰基先生担任总理期间为推动中心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希望你继续为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合作添砖加瓦 约翰基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表示中方的庆祝活动宏伟壮观令人赞叹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 历史终将证明习近平主席的远见着实和卓越领导力 相信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必将取得成功 我愿意继续为增进心中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王毅参加会见 王毅参加会见